小粉紅的玻璃心真的很容易碎 來看看在中國有一間夾娃娃機店裡頭 放了一台機台是在夾大白鵝的 結果他們這樣也不高興 為什麼 因為鵝聽起來跟俄羅斯 他們唸俄羅斯 這個鵝的音很相近 他們認為現在俄烏戰爭 全世界好像都在制裁俄羅斯 那麼所以他認為 這不就大家會想到要反俄嗎 所以要求老闆撤掉 說要是你這個機器被人砸了 跟我沒關係 你現在就是傷中國人的心 老闆覺得這根本就是無腦 隨意扣帽子就這樣吵了起來 而網友也認為 這個小粉紅隨意獵巫的行為 真的很可笑 還說以前是皇帝搞文字獄 現在是自己玩文字獄 玩上癮了